方倫我要問一下 其實你剛剛有特別在私底下講到說 現在問題這麼嚴重 就是因為我們的國門大開嘛 那才會導致後續的影響 那其實包含是昨天也有講到 我們台灣的境外的部分 出現了新型第一個 現在是變異株XE 那當然現在還有包含杭州 可能有出現了另外一種 就什麼1.1等等的 那有這個BA2啊 BA1.1 都已經開始出現很多 ROMICOM的變種了 不過其實昨天這個 淑惠議員在我們下節目之後啊 他就說他真的每次跑通他之前 都要仔細去看 到底現在的防疫規定是什麼 因為很容易才要紅線 也很搞不清楚 每天都開始滾動式修正的 我們的防疫規定 首先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從2月15號之後 就已經啟動第二階段的移工專案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其實這兩年來 很多的移工 因為時間到了要離開 那或者是說要新的進步來 那在台灣的只剩下黑工 那其實對於整個的 我們整體在長照啊 或者是幫庸的市場來說 是絕大不夠的 所以從今年的2月15號開始 我們從印尼 越南 菲律賓跟泰國都開始 分別都開始開放名額 包含像是菲律賓就引進了 大概4萬個移工可以陸續進來 當然這個申請的流程 跟他的整體要走的程序 說老實話比過去難很多啦 所以從2月15號開始開放嘛對不對 這個整個的申請時間大概一個多月 進來又要開十幾二十天 他的這個專案對不對 所以剛好現在3月多4月開始陸續爆發 時間的這個整個的時間點都非常符合我們在開放上面 所以第一點這就是我們現在發現 台灣我們如果想要繼續正常生活 我現在接到非常多的選民曾經跟我講說 主任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喔 我們的家裡有長輩現在生病或者中風 那巴士料表已經下來了 可是我請不到移工 我請不到幫庸來幫忙 不然要請本國籍的話 非常昂貴怎麼辦 我打騙了我十幾個這些有在做仲介的朋友們 沒有就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進來上一個禮拜 我跟他們一次協調會的時候過程 我就跟他們聊說 你們現在移工多少人進來 他說有啊 上個禮拜進來1000個 1000個很多對不對 本公司抽到三個 哇 我們算是全台灣錢幾多的了 那為什麼 因為整體的數量就是不夠 現在我們的長照需求 就是有需要這麼大量的人員 那我們也不可否說的 在印尼 越南 菲律賓 泰國 他們的疫情狀況 跟我們的策略跟狀態是不同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去重新思考說 柯文哲 其實是個超級大顆黑 但是柯文哲講得對的時候 還是要幫他頂個讚 有沒有 他就說啦 柯文哲說 以香港為例 他的戰略上是想要共存 但戰術上卻想要清零 所以這樣矛盾衝突的結果 就是讓他們的疫情啊 沒有辦法精準的控制 而在台灣現在的狀況也是一樣 過去兩年多的時間 政府一直跟我們講說我們清零 清零 清零 如果一旦有靈在桌上 還要擺個大西瓜慶祝一下 現在目前就是清正化 目前Omicron就是讓大家無感化 那在這樣的流感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還要清零 所以這個問題不只柯文哲說 侯友宜也說 盧秀燕也說 在這樣全台各縣市 在基層執行問題的時候 就發現說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去思考 去調整我們的戰略策略 那只有把這個基層的戰略重新調整 那高層的這些決議 才有辦法真的有效落實 讓台灣真的能夠跟病毒共存 或者要清理 這個決定權說老實話 還是維持在中央 剛才盛美姐講說 有人捨不得下來 有人每天下午兩點 今天一到三點 開那個記者會 有曝光啊 對不對 每一天我們打開電視 或者手機就會準時跳出來 陳大部長又要來開會了 有沒有 為什麼 他就是希望自己每天可以上鏡頭 他就是希望自己每天可以show off 但是維持剛才說 他不想說清楚 我覺得我不認同 我要反對這句話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要怎麼說清楚 你比較狠 對不對 他根本搞不清楚 他根本沒有辦法講說 他自己的策略是什麼 他自己的戰略是什麼 他除了每天報狀況以外 他還有什麼其他的 你不要這樣人家醫學院畢業 那講醫學院畢業是不是 那我就要講一個台大 這個急診室的柯文哲他講的話了 柯文哲他在上禮拜接受到 這個因為現在議會開議了嘛 我們議會呢 有一位新潮流的民進黨議員 就痛斥柯文哲 柯文哲你閉嘴 你不可以這樣亂講 你不可以恐嚇台灣人說 4月份疫情會起來 到底誰是專業 我說老實話 這一位許議員跟柯文哲 我寧可相信柯文哲 因為起碼人家是有公共 這個醫療背景所 所判斷出來的專業 果不其所然 果然2月開放 3月進來 4月就有開始相關的疫情發生 這是事實 所以當這個許淑華議員 他直詢的時候 他就痛批說柯文哲你要閉嘴啦 你不要耍嘴皮子啦 你不要永遠都是用 恐嚇台灣人民的方式 可是如果我們不戒慎 我們不恐懼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面臨這樣的疫情 那如果說你跟我講說 不戒慎不恐懼 我們可以依舊過好日子 可是你每天的數字 撐撐往上跑也是事實啊 那你希望台灣人 永遠喊著台灣價值加油 或者我們新台灣模式往前衝 這樣到底對台灣人來說 是公平的嗎 再來講到這個口罩 要戴不戴 要戴不戴 這我們剛才節目開錄前 也在討論對不對 我還問楊明哥說要怎麼辦 然後楊明哥說現在是不用 不然看你自己要怎麼辦 沒錯 所以這一題來 這個導播幫我一下 分享一個數學題給大家看一下 數學題 數學題 非常困難的數學題目好不好 一個戴口罩的民眾 參加生日派對 那他上台致詞 接著又要唱生日快樂歌 接著切生日蛋糕 然後並且拍照 在台上敬酒之後呢 然後在不能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之下 最後吃蛋糕 請問一下他要戴口罩脫口罩 戴口罩脫口罩總共幾次 不好意思這一題我相信 連陳時中自己可能都不一定答得出來 因為為什麼 因為每天都在滾動式調整 因為每一天的規則都不一樣 因為每一天都跟我講說今天可以敬酒 明天不能敬酒 這個這就是我們現在跑團 所以我現在都退一萬步 好我所有跑團的時候我通通不敬酒 我通通把口罩戴著 上台講話也就是跟大家站開一點 也是盡量戴著口罩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過去 陳時中上台不戴口罩 盡情喝酒 歡唱的時候 都說現在疫情很放鬆 都說現在沒有關係 都說現在可以隨便 但是如果今天換成柯文哲在台上 跟我們地方唱歌的時候 不好意思柯文哲罰款三千元 所以這就證明了一件事情 你永遠只會自己掌握了那個話語權 自己掌握了那個發球權 但是你卻對別人嚴苛以待 你對別人是如此的尖酸刻薄 甚至對小市民也是同等對待的時候 你這個政府就是一個沒有辦法 去好好為人民生活著想政府 你還跟我講說要我們正常生活 請問一下 你每天戴口罩不戴口罩的規定 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怎麼正常生活 芳文也要幫我們解析一下 就是好現在基隆是不可以打球的 可是在廟口是可以群聚的 餐廳是可以內用 但不能敬酒 運動可以脫口罩 但走路卻要戴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很難吧 所以上台致詞 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 但是唱歌要戴口罩 所以我就問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我上台唱Rap 我要不要戴口罩 沒有旋律的話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到底要還不要 如果是 如果我是把我致詞內容 變成Rap的話可能不用 所以這就是每天我們遇到的狀況 好難喔 每個縣市狀況不一樣 對不對 那現在剛剛有聊 我們的南投 一切還是非常的淨土 對不對 還是零 當然我希望繼續保持下去 那請問一下我們台北市的規則 跟南投的規則 會不會有所不同 會不會到了高雄 因為有綠色執政 然後有台灣價值充滿 所以我們的防疫規則 又有所不一樣 我們看到這幾天 包含阿妹的演唱會 有多少人去 去了之後很High嘛 對不對 脫下口罩 甚至有朋友 他是自己快篩陽性 然後說這個謠傳 但這個新聞還沒有被證實 說他快篩陽性去了之後 才去醫院報到 那我相信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正常生活 但是政府真的要必須給我們 非常明確的指示 指示之後我們才能夠繼續走下去 因為我比較想問一個 心態面的問題 就是雖然我們大家都在講說 要趕快政府要交清楚 大家的衛教觀念 或者是我們真的要朝向與病毒共存 但是我們到底是與病毒共存 還是被與病毒共存 因為清明廉價過後 現在看起來 應該會又再出現一波高峰 那被與病毒共存的話 就是人民的心態很顯然 還沒有準備好 那也有可能就算我知道是輕症 或是沒什麼症狀 但我還是要往醫院跑 那就會造成醫療系統會崩潰 沒錯 其實我覺得這一波的疫情 老實講我覺得現在民眾 雖然我們每天看已經超過100例 然後今天可能會判新高 但老實講我自己走在路上 看拜票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路上民眾 沒戴口罩還不少 好 中間都會有人 當然有些長輩可能忘記戴或怎樣 但我覺得比例比當初 其實高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民眾 一般民眾 我不能說是鬆懈 我覺得大家對病毒 有一些基礎的認知 大家一開始漸漸自主 我說自主走向與病毒共存這樣子 那問題是我們今天 我們是有政府的嘛 政府應該告訴我們應該幹嘛嘛 但我們政府很奇怪 都在創一些很奇怪的新名詞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執政這8年 可以出一個民進黨政府詞點 這個走私超滿 蔡宇露 對 然後宇露 然後還有這個什麼 數據增加叫做校正回歸 然後前陣子的這個普篩叫類普篩 這也很荒謬 大家討論很多 其實普篩跟類普篩 它真正重點只是普篩的方式不同 那你方式不同 一個用家用快篩 一個用什麼專業快篩 然後你就說這個叫類普篩 很荒謬嘛 最後包含剛剛前幾位談的所謂的 新台灣模式嘛 我看到這個 我就想說 欸那請問 舊台灣模式是什麼 我不懂欸 那突然出現新台灣模式 然後蘇貞昌也沒告訴我們內容 那告訴我們說 我們台灣不要怕 我們勇敢的台灣人 我們努力向前行 所有東西加入台灣兩個字 都是金鐘罩鐵布山 所以好大家也 還有最近大家有個傳聞嘛 就是台灣的確診率率 不是一直比較低嗎 跟世界比起來嗎 說沒有 我們台灣人有特殊的基因 所以我們比較不容易被感染 類似這種似是而非的言語一直出現 包含政府也帶頭去做這樣的事情 這豈不是荒謬嗎 其實所謂新台灣模式 我們看到 其他世界各國都告訴我們說 現在面對新型的BA2這個病毒株 他們是怎麼處理的 他們認為說傳染力極高沒有錯 但重症率跟自治率或許沒那麼高 所以不管英國美國或其他很多國家 他們都在做一個與病毒共存的方式 就是要兼容所謂的防疫以及經濟的開放這樣子 那回到台灣呢 蘇貞翰告訴我們說我們今天 我們要維持清零的目標 但我們同時又要關注所謂經濟民生的安全 所以這樣子一樣 回到剛剛柯文哲講的一樣 出現了矛盾了嘛 所以我們會不會變成下一個香港 變香港這樣子不斷的 因為矛盾之後造成病例數上升 真正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我們會不會再下一次看到呢 所以今天政府面對清零還是 這個所謂的開放的問題 他其實應該很具體的告訴我們 政府的方向是什麼 那我們老百姓有一個依歸嘛 但老實講我覺得今天 今天最後我們要去講一下 這個我們面對看到其他國家 有這樣子的確診率之後 或其他國家這樣致死率之後 我們應該做什麼防範嘛 從香港從韓國案例都看 可以看出來最嚴重是誰 傳染率極高 但是真的重症率或是死亡率最高 是哪個族群哪兩個族群 一個是長者 另外一個是小孩子 那長者部分台灣其實 我覺得數據會說話 台灣現在65歲到74歲 他第二劑的接種率是83% 75歲以上就更長長者 他的第二劑接種率是七成70.9% 看起來雖不滿意 但是還可以接受 那問題是大家都知道 這疫苗他的這個效率 他是會過期的 他會隨著時間推移之後 他的防護力會越來越低 所以我們現在講第三劑 甚至第四劑嘛 那我們來看看第三劑的追加率 75歲以上的第三劑的 第三劑的追加劑的那個 接種率是54.1% 換句話說只有超過一半而已 所以你看到其他國家 他的重症率死亡率 都對長者的時候 你政府還不趕快防範 你只是在開始告訴大家說 沒有我們要注意 我們要新台灣模式 但你真正對於長者 你的照護是什麼 你有沒有主動的去 他們那邊施打 或者是主動的 居家施打的快打部隊等等 到加護的逐漸讓長者 去施打所謂第三劑的疫苗 政府有沒有實際做這些東西 我覺得可能有 但問題是在他的 整個記者會裡面 我都看不到 他都沒有去宣傳 所以導致大家都覺得說 今天政府好像又在打嘴炮 又在創新名詞 又在說誰沒時間洗衣服 但真正注意 中間重點的政策 政府做的嗎 最後我要講一下 行政官員的態度 我覺得行政官員態度很奇怪 包括剛剛方倫 講到柯文哲剛剛那個口罩的題 我其實覺得很荒謬 當然我知道柯文哲 柯文哲出來是為了去酸 作為中央的戴口罩規範 但問題是你是台北市政府 你是地方政府 你有沒有自己去 加強管制的措施 這個權力有嗎 過去台北市就率先升級2.5G嘛 所以如果今天你覺得 戴口罩情形很荒謬 百姓不知道怎麼樣去遵從的話 你台北市政府出了更嚴格規範嘛 你不可以放鬆 但你可以更嚴格嘛 如果你覺得疫情很嚴格的話 你覺得民眾 發現戴口罩不知道怎麼戴的時候 柯文哲市長 你是地方的行政首長 你是台北市市長 你出來告訴大家該怎麼做嘛 你出了考題之後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那誰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雖然中央政府很荒謬沒有錯 但我百姓還是要過生活啊 我還是會面對說 我出去我要戴不戴 我不戴會不會把 我戴了之後是不是又 跟規定不一樣 這樣子百姓不知道怎麼辦嘛 還有另外中央政府態度很奇怪 曾經中明明前一陣子 跟全人子同台 昨天 昨天的活動 還跟蔡英文同台 你跟總統同台 你是有可能被感染的 感染的一個中央官員 結果曾經中受訪就告訴大家說什麼 我今天家中快篩 我是陰性所以我沒有問題 所以你這麼相信 加入快篩確診率 你不知道有東西要潛伏期嗎 再來陳其中更荒謬說 因為我是鄉下來的孩子 我身體比較健康 所以我沒有問題 換句話說我們台北人都講 體弱多病是不是 就是一個中央官員 他都這樣子的面對一個疫情 他都沒有醫生作折 還要做一個榜樣 告訴大家說我今天可能 面對確診者之後 我快篩之後雖然陰性之後 但問題是我還要自主管理隔離嘛 所以這個規則遇到官員就轉彎 遇到小老百姓怎麼辦 小老百姓只能乖乖在家裡隔離 或自主管理 然後不敢出去 一個規則如果面對官員 面對小老百姓 都不同的方式的話 請問你叫我們小老百姓怎麼幸福 怎麼能尊重這個規則的確實性 讓他貫徹到底 委員我問一下 你剛剛提出那些數字 你說長者他的這個 不管是第一季 第二季第三季的這個施打率 雖然說沒有達到更高 但是也還是要差強人意 那不過剛剛提到 尤其包含芳文講 那個移工進入的話 那移工很多人是要照顧長者 這有沒有可能會影響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移工進入的像芳文剛剛講 他們現在進的人真的不太多 數量不太多 但是我老實講 我覺得不管是移工 包含現在從國外進來 因為我們檢疫期間 從14天變10天 那我是覺得 今天其實 檢疫時間的長短 我們尊重政府的專業規定 包含移工進來之後 他經過這個快篩 或者是這個核酸檢驗之後 他到底有沒有陽性 陰性問題 我覺得政府要做好把關 但的確我們潛伏期是很 抓不太準的 即便是過去的14天 都還有可能會超過潛伏期的問題 所以移工進來之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現在很多臥病在床的長者 為什麼我們的施打率一直 沒有到百分之百 因為長者到七成到八成 就到頂了 因為很多臥病在床的長者 他根本出不了門 所以你今天不去的家裡 他家裡幫他施打的話 他基本上是沒有防護力的 那或許人會說沒關係啊 他們不會出門不會接觸 但問題是我們這些年輕人 或者這些父母 我們回到家之後 還是會有可能把病毒帶進去 更何況 剛剛佩娟你講的 所謂移工進來之後 移工他假設真的帶病毒進來 然後潛伏期沒發現的話 傳染給長者 那才是真的是死亡率 會上升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面對移工的篩檢 我覺得政府今天 當然我們現在沒有人力 是事實 但政府面對移工 他其實要更精確的 去讓他把那個隔離期 我認為其實應該放長 尤其是我們一共有分 家事幫庸跟所謂工廠的移工 你或許去工廠也沒關係 但回到這種社福的家事移工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 俗稱外勞的情況之下 你要讓他更長的 這個隔離期 讓他更安全 我覺得這樣才會對我們張志 有個比較好的保障 這台水神生成機呢 它只有一個飲水機的大小 放放水神生成機 讓防疫日常變得更方便 更安心 水神生成機在哪裡買呢 來 中天的觀眾朋友 粉絲朋友們 你們獨家享有這個好湯 請你上快點購 數量有限 你要買要快